想要好好运动吗 可以尝试体感游戏 暑假体感游戏机当道 为了抢搭下个礼拜要开幕的 英国伦敦奥运 文软和Sony两大游戏场 都推出了奥运体感游戏 对着电视萤幕又跑又跳 省前达人邱燕翔 这一次化身电玩大使 和辣妹PK体感游戏 而且挑战的还是奥运的竞赛项目 首次挑战体感游戏 看球员场细喘吁吁的模样 就知道还挺累的 会累而且会喘 而且会消耗热量 唯一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你跑一跑 会跑到电视前面去了 暑假开跑 大抢学生游戏伤心 业者脑筋动得快 又是体感又是奥运 但日本游戏大场 也不是省油的灯 同样是奥运场上大较劲 无论是田径项目 还是游泳举重 都想要让大玩家们贴近时事 吸引小玩家的 则靠奇幻冒险打动人心 游感动一动 就能变身和华丽波特一样的 魔法少年去冒险 虚拟华丽的场景 搭配体感更逼真 就能被视为任天堂翻身的秘密武器 体感平板WiiU 都传出抢在今年底上市 而且日本媒体还点名 开卖日期就在11月23号 预估售价上看台币9000元 不管消息是正是假 已经让不少游戏迷迫不及待 东西财经新闻张诚 冯瑞里综合报道